你覺得怎麼樣算財富自由 他還算帥 所以一直有錢進來 對 最好有這種職業啊 去7然後買109塊的火鍋的時候 眼睛不眨就直接結上拿起來 大家眼睛會很乾耶 你出國就想去哪裡 泰國 想跟喜歡的人去 跟你去 後來回到潮人開課了 這一次派翠克 Patrick aka信義全智隆 Catch me on fire 夏天到了 我相信大家都開始努力賺錢 哈哈沒什麼關聯 但是呢大家努力賺錢呢 就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 今天我們又回到熟悉的中山區 來問問這邊的潮男潮女們 你認為一個月要多少錢 怎麼樣算是財富自由 Let's go 本集節目由 ChelzenKiss 贊助播出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在等 拿著小CK帶著人走出來 你好 什麼稱呼 J Jai 怎麼不是Jai咧 嗯 就是Runch的 可以介紹一下你今天的承搭嗎 整套都是自己的服飾 馬丁的皮鞋 天斷面的高腰裙 Zara的上衣跟小CK的包 你好 你在逛街嗎 這就跟問有帶點鏡的人說 欸你近視嗎 是一樣的 他就已經在試穿照鏡子了啦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今天的穿搭 呃 偏中性的穿搭 這樣子 很大 中性是哪塊 這個就是TWINCE 但是鞋子 因為這個我也會選擇作用 蠻中性的 這樣 嗯 這樣 這鞋子感覺超好穿的耶 對啊 這就是很夏天那種 去海島國家鞋子 蠻可愛的耶 這鞋子跟這個包包就是 我想說出國可以帶去 穿出去這樣子 一個新的上衣 應該算很貨吧 很貨 肩皮革 你看起來年紀很小 有18歲 有 我19了 短板 然後配個很寬的褲子 等一下這我有剛剛一直以為是背襲 這是包包的 欸有一個啾啾耶 所以我把它拆掉會怎樣 沒有拆過耶 哈哈哈 你要負責把人家放 就是我想要走一個日系的感覺 嗯 近期物也包含 呃 也包含 對 可能口罩的關係這樣 我男的活動 它是銀色的 是原本就在上面嗎 這個嗎 嗯 因為我自己搭的 而且我跟你說它是妖臉的 我只是把人家當手機帶 死 死 你是暗撞是不是 我沒有 小CK這麼紅喔 出國最想去哪裡 泰國 想跟誰去 跟朋友 你為什麼要笑 嘴巴為什麼在顫抖 想跟喜歡的人去 目前還沒有 目前什麼 目前還沒有喜歡的人 再給你想一次 跟你去 跟你去 你覺不覺得我們兩個人 在這個屋簷下面躲 也蠻浪漫的 有一點 需要被逼動一下嗎 而且你訪問過 等一下 我是這邊刺2002 這個嗎 我很會猜年紀 快滿20 19塊 對 所以它現在還是2002 是啊 又見面 那再介紹一下 你這次的穿搭 我穿就是偏連身 然後貼身的 然後很淺 我的屁股 欸 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名字 Annie 可以看一下它完整怎麼拼嗎 我不會拼 Annie 嗯 我不確定耶 你覺得怎麼樣算財富自由 就是花錢的時候不會那麼擔心 可能可以不用工作 是生病了是不是 過病在床是不是 就是打在床上 就一直有錢進來 對 就可能 有這種職業 不需要思考的花錢 你現在什麼東西 你下手會覺得要思考 這禮拜的ULTRA門票 我也想要 但我們這集播出的時候來不及了 六月太陽是不是要來台灣 許願 你到時候在Youtube下面 留一下你的IG 就是我去Seven 然後買109塊的火鍋的時候 我可以眼睛不眨 就直接結上拿起來 大家眼睛會很乾耶 如果你在排隊 你在那邊等 不眨 很乾耶 別再跟我說什麼眼睛乾 或不乾 你們做的那個花意思 比如說朋友生日 或是情人節 然後幫他克製一個送給人家的花 是這種花意思 對對對 那如果有朋友走了 OK啊 沒問題啊 如果有個朋友也剛過世 之後會報一束花給他 喔喔 告別 你看 你們剛剛是不是原本要笑 然後以為我要開玩笑 但是沒有 因為其實花有開心 有難過 也有慰藉的作用 那你覺得怎麼樣算財富自由 心靈自由就是財富自由 你看 幹嘛 學畫藝的人 連心都變佛系了 請問你手上提的是什麼 就是剛買完的小CK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買了一個戒指 就是它搭配性還蠻 蠻可愛的 對 香檳精 對 皮革的綠包 然後配上那個亞麻繩 比較夏天 然後還有一雙鞋子 因為女生有各式各樣的 可愛的襪子 對 就可以在這個時候炫到 而且這雙的底蠻好穿 站在小CK門口 就看到大家一直手上拿著小CK 按裝 沒有沒有沒有 妳剛剛原本來幹嘛 本來就是想逛 小CK 我越想越想安裝 但它真的不是 電腦包 我唷 黑的 對 超黑的 因為我工作要用 要去買衣服 借看去喔 有沒有辣的 沒有 你們現在19 應該都在比辣吧 比看誰辣 沒有 妳有T-tone會跳舞吧 我沒有在玩抖音 真的假的 會跳舞但沒有拍 來一個啦 對不對 欸 看一下 欸 這蠻配妳的欸 對啊 然後有那個金色的鏈 歐美風 對 然後又 黑金 對 欸 這好可愛喔 它是一個那種 托特包 就是買來送給朋友的 這蠻Q的 對色一點的那種 錢包 還有什麼 頭上的墨鏡 已經擦在頭上了就對了 我想說今天頭髮比較擦 就直接戴上去了 當髮哭 嗯 因為妳今天跟我們分享了這個 妳買的這個小CK 是 我們有送妳一個小禮物 喔 這麼好 有吃又有拿啦 來來來來 送妳一個 小CK的眼鏡 可愛嗎 它是裝墨鏡跟眼鏡 對對對 都可以 妳看很可愛嗎 好可愛喔 送給妳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見了嗎 這樣就慘了 可惡 空天後來是沒成功 五月可以嗎 我們去四天 三夜 好 我們兩個嗎 對啊 喔 好 對妳來說 財富自由是什麼 哈哈 這個話題 轉得很硬 因為我們約好時間了 重點問到就OK了 就是 可以 想要去哪裡玩就去哪裡玩 想要學什麼就學什麼 妳最想學什麼 英文吧 那妳為什麼不交一個 英文不錯的男朋友就好 沒有遇到 真的嗎 嗯 是的 OK 我的英文是 好 財富自由 對每個人的定義來說都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不用看價錢就可以買東西 有些人覺得是心靈上自由 你覺得怎麼要算財富自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今天也要特別感謝 QS&KISS 沿路送好禮給我們的小夥伴們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優惠資訊 也可以看下方的資訊欄喔 然後 也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今天的節目 我是派翠克Patri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囉 中山站的太陽被霧雲折起來了 感覺這裡馬上就要風雨變成 你的眼線跟眉毛也有換 對 我把每一個人都當自己人 你今天說是休假的對不對 嗯 算是 不是先生嗎 是休假 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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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Locker 你們兩個誰男生緣比較好 你們現在有男朋友嗎 沒有 我有 他男朋友帥嗎 帥 為什麼要笑 你可以問我一個問題 你想要去哪裡玩 我想要去哪裡玩 我想要去日本 QQ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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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